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那今天给大家录一期这个感恩节特别节目 你也看我这个装扮 是吧 旁边这些配料啊 菜的这个原料啊 这个火鸡啊都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轻松的一个漫谈 那既然聊到感恩节呢 也会稍微涉及一点带这个基督教信仰的内容 所以如果有观众朋友你们说你听不了 哎呀 受不了基督教信仰 那您最好就别看 免得给您造成不适 好吧 那咱们就简单聊聊这个感恩节啊 这个火鸡啊 我跟我妻子是第一次做 以前也没做过 那为什么今天要来做这个火鸡呢 可以说我来美国这么多年 我就没正儿八九做过火鸡 因为火鸡肉啊 它不好吃 很多人别以为说你看这鸡这么大 火鸡肯定好吃吧 我跟你说 你去问问身边你吃过这个turkey 吃过这个火鸡的朋友 其实都知道火鸡肉它不好吃 那为什么今天要来做这个节目呢 因为今年是美国最难的一年 今年也是跟这个当年五月花号这帮人刚来的时候特别像的一年 所以我说的今天来说一说 仅仅就着这个吃开始说吧 对吧 一看我就是一个吃货 那么当初啊 五月花号美国这第一批102个移民 他们从英国为什么要来美国 这给大家交代交代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当时啊 英国这个经历了这些宗教改革啊 等一些运动之后呢 英国的这个宗教啊 也快速的腐败 快速的腐朽 你知道这个人质的地方 那就是这样 哎 贪污腐败到处横行 那么这些英国的清教徒呢 就为了防止自己和后代的这个信仰啊 受到玷污和受到这种啊 腐化 他们就坐着船啊 逐渐的迁移啊 从英国搬到了这个荷兰 后来的荷兰也不行了啊 荷兰 你看现在荷兰 荷兰那个阿姆斯特丹 是吧 色彩之都 那个色是那个色 是吧 啊 所以就是说啊 要逐渐的后来说这边没法呆了 走吧 咱去美洲吧 就这么着 一帮人坐着五月花号的小船 过海 航行了六十多天 就来到了这个 现在是马萨诸塞州的这么一个地方 就上岸了 那么当年呢 我这个有幸啊 去这个波士顿找朋友玩 算是这个探望吧 找朋友玩 正好呢 当时就有幸去参观了这艘船 这个船上啊 我看到一个告示牌 给我非常大的震撼 这个告示牌啊 上面分左右两块 左边这块 上面画着一个一个家庭 这船上的每一个家庭 这个牌子上都有 用这种小人的形状 是这个白色的啊 把小人的形状给标记出来 这个家族啊 这个家庭姓什么 叫什么 父亲叫什么 妈妈叫什么 孩子叫什么 几个孩子都有 很细 然后呢 右边这块牌子 是一年之后的 就是他们登陆这个 美洲大陆之后 一年以后的这个牌子 那这个牌子呢 跟前面都不一样了 前面我说了 这些牌子都是这个白色的小人 对不对 在第二块牌子里边 这白色的小人里边 有一半以上变黑了 我仔细看 每一个家庭 它不是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这么为单位来排列的这个牌子吗 每一个家庭 原本白色小人的家庭里边都有一个或两个 甚至有的家庭 全部变黑了 那观众朋友也听出来了 他变黑了 这意味着这家人或这些人就死了 啊 所以当初他们上到这个岸上来之后 面临着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环境 要知道啊 他们是从英国过来的 英国那边的算是文明社会 而当时美洲那边是蛮荒大陆 啊 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准备的东西 而且跟当地的这些印第安人生活这么久了 完全不在一个层级 还没有很多的技巧 所以他们就面临着许多的这种伤亡的机会 比如说瘟疫 比如说这个饥饿 还有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严寒 那个位置的气候 跟他们以前的也不一样 所以他们的那个房屋啊 特别的那种简陋的那种茅草屋啊 那种那种 那么都是茅草屋啊 反正就是那种 跟平民屋一样的东西 简陋的房子 所以在风雪中 他们就颤抖着 因为极度的寒冷 还有 因为你要维持 要砍柴啊 要做很多东西 你也吃饭啊 所以这些人 他们以前又不是专业干这个的 就这样 有些人因为劳累 病倒了 又缺医 少药 所以到了第二年 有一半的人就离开了他们 可是呢 按说这是一个悲伤的事情 可其就其在 这感恩节 他恰恰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召开的 这个大家是不是听起来很神奇 人家说感恩 感恩嘛 对不对 我得得到好处了才感恩 对不对 我中了五百万 我感恩 我吃了大餐了 我感恩 我家里死人了 我赶个屁啊 我为什么要感恩啊 很多人一开始听说的时候都不理解 甚至是有一些版本 编撰的 就是说这些人 他们后来受到了印尼亚人的帮助 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然后他们过上了风衣族式的生活 所以他们才感恩 那其实呢 我想说 不是这个样子 那么大家呢 不要忘了 刚才我们前文 已经交代了 这一批来的人是一批什么人 他不是一群旅行者 也不是一群什么空难 海难的幸存者 他们是一群为了信仰 为了追求信仰自由的一群开拓者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信仰和精神的力量是高于生活的 哪怕高一点点 那也是高于 所以这里面呢 我需要引用 圣经里面一段经文 为什么我说今天要稍微带一点信仰的东西呢 就是这样 圣经啊 有一有一卷书 叫哈巴古书 哈巴古书的三章 十七节 我给你们念一下 他是这么说的 说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里也不长粮食 卷中的绝了羊 棚里也没有牛 这个听起来惨透了 因为你知道他里面列举这些 就是古代 圣经那个时代 中东地区 以色列人他们所有的养牛啊 羊啊 田地啊 果树啊 无花果 那是他们一个主要的一个食物啊 都没有 够惨的 这个用咱们中国话说就是颗粒无收啊 就简直是颗粒无收 可是呢 即便是这样 这经文后边说 说 然而 我要因英和华欢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 那为什么 因为他后边说 我的神使我稳行在高处 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有一个神学观点 或者说是一个人生观的一个观点 在于什么呢 就是这些人 他把世间的这种苦难 看作一个暂时的过程 打一个比方 就好像我们这个世界 是一个箱子里面的世界 有的科幻片里面演过类似的场景 是不是 我们是一个纸箱子 打开以后 其实我们生活在箱子里面 这就是涉及到一些维度的概念 那么作为箱子里的人物 有的人生活一辈子 他永远觉得 包括我们古代那些人 是不是 他们很多人从来没有想过 大地是个球 球外面还有宇宙 他从来没有想过 更别提维度的概念 他们想都没有想过 可是如果有一个人 中国古话说的好 招文道 吸死可以 这个人生间的治理 这个道路 我早上听见了 瓦热死 直了 他是这么一种状态 很多人在这个箱子里面活久了以后 他最大的喜乐是什么 是知道外面的世界 能认识外面的人 所以对于这些基督徒来说 他们虽然生活了这么的困苦 虽然他们经历这么多的患难 被蛇咬死的 被瘟疫害死的 寒冷冻死的 劳累累死的 但是这些一切的苦难 他们跟他们的信仰被阳被压制相比 这一切他们都看为轻的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就这样也值 也值得感恩 所以今天咱们看这个火鸡 说实在的 我宁愿吃肯德鸡 肯德鸡 全家头 但是为什么还要吃这个 这有点那个医苦慈甜的感觉 在当时 在美国没有国际贸易 买不着剩好的烤鸡烤鸽烤鸭 对不对 全聚德来一套 没有啊 所以 有啥吃啥 就很感恩了 所以说 对比今天的美国 很多人不理解 说这些人为什么上街 他们有的人 是吧 还组织了车队 有的人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团体 他们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个媒体宣布的大选结果呢 他们为什么不能够安心的等着四年以后再来呢 其实 借着这个感恩节就可以明白这些传统的 不是这些进步的 传统的这些美国朋友 他们的一个心声 对于他们来说 你可以让他们穷一点 你可以让他们苦一点 可以让他们累一点 但是你不能压榨他们感恩 不能压榨他们信仰精神的需求 对于很多的保守派的朋友来说 拜登他们其实无感 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 但是他们担心的是 目前美国的这种言论管控 目前的这种种种的迹象吧 表明他们的信仰 将会受到打压 他们的信仰将会受到摧毁 所以因此这才是他们到现在也不能接受 对于有些人来说 他们就觉得说这些人是吧 直逼不误 这样一个原因 所以呢 因为是漫谈嘛 咱们就正好说到这个话了 但是今天咱们不把话题往下深挖 因为这个 咱们今天我不想做一个实证类的 咱们就扯扯加长 那么信仰的内容咱们说完了 有些不信教的朋友可能无法理解 那我再说的稍微多一点 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有一些人可能没有信仰 那么对于感恩来说 他就无法理解 对吧 就像我前面说的 我遇到好的了 我觉得我很幸运 但是我为什么要感恩呢 这里面咱们就要稍微说一点自然科学 以及稍微说一点创世论的东西 大家想一下 我们都玩过这种 一些小时候的这些陀螺 抽那个陀螺 对吧 当它高速旋转的时候 它不会倒下来 可当它停的时候 它就会倒下来 这个世界它永远是从有序变向无序的一个过程 最典型的例子 你看天上这些卫星 对不对 卫星按说了 教科说了说的好 围绕地球旋转 转动的速度产生的离心力等于地球的引力 所以这卫星就不会掉下来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卫星确实不应该掉下来 可事实上呢 卫星上有姿态调整的这个引擎 对不对 为什么要有引擎 是因为它自己转转转 它就偏离轨道了 需要不断地加以调整 但如果你说按照这个世界 这个说我们这个世界运行一开始 就完全完全地规定好了 所有的这些物种 这些规则都无比完美 不会像一个精密的这个机械 永远不会出错的话 那为什么像这个卫星这种东西 它还需要修正呢 就是因为前面我说这种一台完整的 永远不会出错 如果一直运行的机器 这是不可能出现的 它需要一种力量来维持它 这种力量 你不信这样的朋友 咱们很多普通的朋友 你管它叫老天爷也好 管它叫什么也好 超自然力量也好 总之有这么一股力量在运行着 在维护着 在暗时的降雨 对不对 下雪 吹风 在运行着这个世界 让这个世界不至于像卫星停滞 或者脱轨一样 让这个世界出现问题 所以说 我们活在地球上的这些人们 就为了这么一股力量运行 维持我们的生活 我们难道不应该敢吗 而我们退一万步讲 感恩的它是一种能力 它不是一种方法论 它是一种能力 它能够让你的内心处在一种平和并且满足的状态 要知道 人力有时而穷 人力有时而劫 你说你从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 慢慢往上爬 爬科长 爬处长 爬局长 人力有时而穷 你不可能从一个小平民 除了历史里边个别的案例之外 你不可能从一个小平民 最后真的爬到九五至尊皇上的位置 是吧 像朱元璋 太少了 人力有时而穷 但问题是 人的欲望没有界限 人的欲望没有停止 那么如果人不知道感恩的话 人最后就会变成被欲望所控制 所瑕制 你每天以前依不果腹的时候 现在有饭吃了 你不满足 因为有人比你吃的还好 你比以前吃的更好了 还有人比你穿的更好 玩的更好 你永远感不上人家 你就永远也不满足 可是有些人 满足 但是感恩啊 但是人家每天也努力 也在寻求更好的生活 那这样呢 人家满足 并且上进也是一辈子 你不满足 每天去拼着上进也是一辈子 可是你的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的朋友昨天给我留言 说我是不是感冒了 我再回应一下 没有 我这个到了秋冬季 它就是季节性的鼻炎 好多年了 它也一直不容易好 所以老很多观众朋友们费心了 专头在这表示感谢 然后听起来可能是鼻音有点重 有点怪 过段时间就好了 鼻炎每年季节都是这样 所以今天正好是要做火机了 然后就跟大家随便聊一聊 感恩节吧 这个蹭个感恩节的热点 希望呢 在此我也是祝福大家 希望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 不管你生活在国内还是国外 我都希望你们在这一天 能够感受到生活的一点温暖 当然我不是呼吁孙月静好 这不是一个意思 但是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平安 我也希望你们未来能够越过越好 不管你是在中国 还是在国外 这算是我一个真诚的一个祝愿 我希望不要有杠精的又跳出来 好吧 那这个废话不多说了 我要去做火机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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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